HELLO 球星子們大家好 今天要講解的主題是如何跳傘快人一步的小技巧 快速800米的跳傘方法如下 首先將地圖放大精確標點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當距離標點800米的時候 跳傘的一瞬間左手移動搖桿 右手滑動往下 面朝方向以標點續現成90度角 這樣垂直上下俯衝的速度差會在234 開場後往標點上下飛 落地的時候可以點擊拳頭 就可以取消向前翻滾的動作 更快的降落地面能夠讓你掌握比別人更多的主動拳 以上技巧是不是簡單又實用呢? 我們下次見,掰掰